在1985年的春晚舞台上,江坤搭档马记给大家带来了一段群口相声。 情节,陈冲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进来,不料陈冲的一句《你们中国人》原来亿万观众的唾骂,更是让春晚的导演凶愧难当。 除了是等陈冲赶紧跑回美国,名声大震之后更是宣誓效忠美国,此后再返回中国捞金,但是却害惨了两个中国女孩, 迫使他们加入美国国籍之后却又欺养,最终只能流落音箱。 这个曾被无数人追捧的小花,是如何犯下三宗罪,遭人唾骂的呢? 陈冲算是一位纯奇女星,她的人生经历十分精彩,是风光无限的影后,是惊艳好莱坞的当后女主角, 是荣誉满身的奥斯卡评委,又是捧出影后的知名导演。 当然她也有争议,除了欺养孩子,还曾拍过金片,被称艳星。 登上春晚却拾口说错话,遭来无数投诉,可谓是红与黑将至的一生。 陈冲十四岁入行,其实也算个小童星,十八岁因出演小花一举称名。 当时国内的娱乐圈已经不能满足她了,外公外婆和妈妈都有过留学经历的她, 决定要跟随上长辈的步伐。 1981年,二十岁的她决定放弃国内的明星光环,去美国学习电影制作。 到了美国之后,现实并非如她所愿,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文化差异, 第一次体会到生活之苦,没钱寸步难行。 为了生活,她放下身段去打工,给饭店刷盘子,去图书馆整理书籍。 有位餐厅老板得知她原是演员,便严余说道, 她在大陆是出名的演员,当我这儿还不是刷盘子。 巨大的落差,让她开始有些后悔,当初的决定有点冲动了。 在外漂泊三年后,陈冲思佳勋气想回国看看。 1985年的除夕夜,全国观众所在电视机前兴高采烈地等着春晚开播。 那时候只有春晚最能混聚年的氛围,每年除夕夜也是大家团聚一刻的幸福时光。 对明星来说,能当上春晚舞台就是通向成功的康庄大盗。 不知道多少人因为春晚被观众熟知,火遍全国。 其中就有刚坐美国回来的陈冲。 本想象趁着这次春晚好拓展陈冲在中国的事业, 谁知他却口不择言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, 声称自己在美国三年本不想回国, 但算挂地说爱你们中国人的习俗。 今天是他牛年本命年续一条红腰带, 按中国的流行说法这是恭喜发财。 这话说出去那还得了,晚会还没结束就已经是群情激愤, 导演也被陈冲被折磨了。 等回过神来,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我不想活了。 果不其然第二天开始, 节目组就收到了数不见的投诉信, 数量之多麻袋都不够装。 春晚播完后是一天, 观众的愤怒依旧没办法平息。 春晚节目组只能公开向全国观众道歉。 那一年的春晚成为历史最糟糕的春晚, 陈冲就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 这件事之后, 陈冲没脸再等待下去, 灰溜溜地躲回美国暂地缝头。 未能尽快赚到钱, 20岁左右的他摩旋他掌, 准备进入好莱坞发展, 因为没了退路, 他也不再挑挑简简, 只要结果一来, 他就立马紧紧抓住。 1986年, 他主演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《大班》正式上映。 然而这部电影却在中国换来了蒲天盖地的骂声。 在中国饰演过勇敢坚异的小花的陈冲, 在这部电影中却是一个对白人相贵崇拜, 还有着深深爱慕真情的女奴。 不少国内的观众得知后, 认为他丢尽国人脸, 面对他彻底美好感。 既然回不了国, 那便继续在国外发展, 有演技, 有美貌的他, 很快得到不少导演的重视, 纷纷抛冲橄榄枝。 其中, 1987年主演的末代皇帝, 让他彻底名正好莱坞, 获奖无数, 成为当后女郎。 事业达到巅峰后, 陈冲并不满足, 他又当起导演, 营救97年指导电影《天语》, 在国际上获得多项大奖, 却因尺度问题, 无法在国内上映。 但成功将李小鹿捧上金马影后的位置。 有些花掌声也有争议嘲讽, 陈冲可谓是毁晕参半, 神之风波又起。 2002年5月29日, 陈冲发文庆祝女儿在美国, 拿下哈佛大学两个最高奖学金, 从他洋洋洒洒的文字, 能看出他的骄傲和讯息。 只不过, 他想缺要的心情, 很快被网友们浇了喷冷水。 邮论区点赞最多的, 就是问他是不是忘了曾经弃养的两个女孩。 随后这件事经过发酵越闹越大, 点赞最多那条评论获得56万赞, 超过一万条论评。 陈冲一定想不到, 经历95年春晚之后, 自己还能在25年后再次被骂上惹怂。 真是多幸福一病自病, 躲得了初一, 躲不够十五。 这件事之后, 陈冲的黑灵是算是藏不住了。 当年他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, 便在第二年就遇上了人生中的真名天子。 第二人丈夫彼得是一名优秀的医生,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发展成恋人, 之后两人领证结婚收获无数祝福。 被爱情滋润的陈冲想为丈夫生个孩子, 可他又放不下事业, 怀孕期间跑去拍戏, 结果遭遇意外, 不善流产, 孩子没保住。 常年辛苦工作让陈冲身体素质不佳, 流产给他带来不小压力, 被告知以后怀孕的机会不大。 得知情况后, 陈冲心情沮丧, 他不甘心如此, 这一辈子一定要当上妈妈。 之后他在广西南宁收养了一堆双胞胎女孩, 当时陈冲母亲还说过, 得到了广西的两颗明珠。 然而, 将广西双胞胎领养到美国后, 陈冲怀孕, 生下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 那之后, 这对领养双胞胎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。 但是陈冲的经纪人透露, 陈冲也无法同时照顾几个小孩, 并将这对领养的双胞胎转让给了一对纽约的夫妻。 虽然经纪人强调, 陈冲认识这对夫妻, 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好, 两个孩子在这个训家庭都得到了妥善的照顾, 但陈冲还是被贴上了气氧标签, 多年来一直受到批评。 还有网友扒出来, 他在拍《末代皇帝》的时候, 还传出了陈冲和尊龙的绯闻, 说尊龙对陈冲一见钟情, 可是陈冲没有接受他, 因此他一直郁郁寡欢, 还没有再找女朋友。 如今已经68岁的尊龙之间未婚无子, 如果传闻是真的, 那尊龙还真是长着一张花心脸, 却有一颗痴情心啊。 1996年, 陈冲开始拍摄自己的电影, 并选中了李小璐来做天狱的女主角, 有了让他17岁成为影后的惊天一拖。 那时候的他还未成为话题女王, 面对镜头脱衣还会羞涩。 后来有媒体报道说采访过李小璐, 当时未成年的他, 难以接受这种尺度的电影。 甚至陈冲到美国后, 找了贴身补拍了大量为艺术献身的镜头。 但对于广大群众来说, 戏里的人一直都是李小璐, 那时候的他出场背上骂名的滋味, 虽然不久, 李小璐就辟谣这篇报道不实, 连人仍是好友, 但之后却拒绝了陈冲的再次邀约合作。 看来这件事始终是李小璐心里的一根刺, 只是相比21年后做头发门带来的口水, 这个角色只能说是一个演练。 当初如意转热播时, 有人问陈冲出演如意转的感受, 陈冲毫不犹豫地回答, 这一次出演的配角, 我就算闭着眼睛都能演好, 狂吗?就是这么狂, 但他却是有狂的资本。 凭借电影《小花》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, 之后因出演末代皇帝, 狂懒包括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在内的九项大奖, 更是凭借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娇蕊应角, 掌控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 还有他指导电影处女作天狱, 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等六项大奖。 他还是柏林国际电影集主单元评委奥斯卡终身评委, 从懵懂的少女到风光无间的影后, 再到当仁不让的好莱坞女星, 最后变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, 陈冲的音声跌宕起伏, 又辉煌耀眼, 鲜花,掌声, 大奖, 没人比他更成功。 但是从蔡姐姐个人来讲, 我真的挺爱看陈冲演戏的风情独立, 是那种圣汉女性优雅老去的典型代表, 但是看着陈冲做过的这些事, 又时不时地出来营销一把, 真是有点不择手段, 还是老老实实地演戏吧, 反正这些陈年迫事总是不会被遗忘的, 你们对陈冲有什么看法呢? 看到这里的小可爱还不赶紧给蔡姐姐点赞加关注, 下期更精彩哦!